21 黄龙三脚水 正面示范教学 黄龙三脚水是一个复合刀士 而且是多有重福 这是混元太极刀当中一个有特色的刀士 主要是由这个刁刀和分水士这两部分来组成 好 我们来学习黄龙三脚水 在右侃之后 先是呢 这是右刁 然后呢 左刁 然后再右刁 然后再左刁 然后再右刁 然后接分水士 先慢后快 这是分水士 退步 好 我们再来学做一遍 接刀刀之后 右刁是上右部跟左部 然后左刁上左部跟右部 右刁再上右部 就是这样反复 一共是五次 然后分水士是先退左部 完了是左右交替往后退步 背面示范教学 这个疗刀呢 砍刀完之后 这个疗刀呢 是要走出一个八字形 就阿拉伯数字的八字 倒八字的形 左手插腰 左手插腰 分水士呢 要注意两个手的运用的配合 是两个手的舞动 退步呢 是前两步先慢 然后再加快 是面向东方向西退步 要点讲解 黄龙三角水这个刀师啊 突出了疗刀的用法 我们说过这个疗刀呢 它是攻防兼备的这个刀法 那么前面这个三角水呢 既可用作弓 也可用作手 它的动作原型呢 是来自于泡水当中的 那个黄龙三角水 那么后面这个分水士呢 就不同了 分水士还是疗刀啊 但是是曲肘的 它的这个动作幅度是小 也叫疗刀刀划 所以这个呢 是手势而不是弓 对方的 比如说对方的剑射过来 用分水士来遮防 这样的镜头电影里面经常有 所谓分水士呢 是说水呢都泼不进去 当然这是个形容了 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分水士啊 左手的配合 左撩的时候呢 那个左手在右臂外面 那么右撩的时候呢 左手在右臂的里侧 那么这个左手前臂呢 做蝉词翻转的这样的动作 这个呢 撩花要专门的来练 要专门来练习这个刀花 好 这个黄龙三角水就介绍这么多 滚圆太极拳 网上课堂 毁圆太极online 这是一场功能的 感谢观看